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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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不是真吃人 而是附体在婴儿身上吸食那婴儿的洋气 被食鹰怪附体的小儿乍一看与普通人无异 但是不久就会面色发黑 继而全身自障 继而人性尽失 浑浑顿顿好似被人驱使 更可怕的是 他有时张开口碑就会吐出黑气 就像这一样 生了 生了 恭喜夫人啊 贺喜夫人 恭喜夫人 太好了 恭喜老爷 夫人生了个大夫小子 人生三大显示 少年得志 中年再娶 老年得子 我看看 您都占拳了 好 好啊 风平浪静 上拳到手了 呦 我的乖儿啊 你就叫金无患吧 你这帐子怎的老想 金帐若无风自响 便是大凶之招 尽量不放 board 势的城市 朵 掌灯 快掌灯 你摔着我 我 好多事老爷 反射就迷了 用妖子 真有妖怪 你的青山仔不怕迷柴手 哎呦 我 你 天啊 小烈 准备着 嗯 我上这天文 下至地理 判阴阳断生死 为人排忧解惑 屈病消灾 今日出入宝地 以襄妖伏魔为主 哈哈 下面算挂为辅 稍待少的呢 也接点杂火 嘿嘿嘿 哎呀 救命啊 上仙 我家小主人得了快命 请上仙施展法力 就无福生小主人一命啊 呃 本地最大的芙蓉钱庄的金掌柜 跟你家什么关系啊 哦 正是我家掌柜的 哼 铁公鸡金掌柜居然这么大方 呃 这 不够 这是定金 若能救我家小主人 我家老爷还有重谢 这还只是定金 事出犯常必有妖 我还是先善人吧 啊 诶 实不相瞒 在下家中有急事 在下不才 可有小主人的生辰八字一看 这 这位是 啊 我跟他一起的 诶 谁跟你一起的 我跟你讲啊 你没带金刚钻 就别来这私欺活 嗯 日主衰弱 观沙过望 诶 什么 自乃造妖的命格 你家小主人 命中有劫 啊 喂 毒死说是害极 一开口就害人哪 呃 上仙 呃 求你们 千万救救我家小主人啊 你放心 这事别人还真解决不了 幸亏 你遇见了我们俩 嗯 放开我 谁跟你是我们俩 你自己挖坑往里跳 别扯上我 事不宜迟 我们俩 这就去贵府 一探究竟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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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请来了高人 先前找来那两个人 也自称是华生寺 和包村上的高人 姐夫 还不是江湖 我骗子 哎 哈哈 哎 呃 这次这两位卑仪 绝对或真假使 哎 夫人又运过去了 快把夫人扶走 是 你们几个还不把那门锁上 是 你也吃点 我吃个屁呀 我跟你讲啊 那金掌柜虽说是家财万贯 却是出了名的小气 平时叫他吐点钱出来 比登天还难 能让他一掷千金的 肯定是超级难办的大事 哪是你我能够解决的 大事才能显出你我的本事 我呸 你顾家管人夸海口就算了 我可还是拖家带口的 你要是乱来拖累了小烈 小烈 烧鸡好吃吗 以后还想不想再吃啊 小烈 我给你讲啊 我 哎呀 罢了罢了罢了 人在江湖走 富贵险中求 身人也是一刀 缩也也是一刀 兄弟 怎么称呼 在下逍遥声 你要不嫌弃 我以后就叫你瑶瑶吧 我是剑侠客 不嫌弃 小剑 瑶瑶 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拴着的蚂蚱 谁也跑不了的 兄台我呢 多了几年行走江湖的经验 一会儿你千万别说话 都交给我好了啊 两位上仙 吃得如何了 这是我们掌柜的 哎呦 两位少侠 求求你们救救我的小恩 金不换吧 只要救得了孩子 多少钱我都出得起 看在钱 看在金掌柜的面子上 我们俩一定会拿出看家本身 好 请问小公子现在何处啊 两位随我来 请问小公子 我 ia 我 她 这 这 这什么 这是什么妙怪啊 石鹰怪 哎哟 真是石鹰怪啊 这这可如何是好啊 我金家三代单传 老夫六十多岁才得了这么一株毒苗 怎么被石鹰怪祸害了 交给我们吧 两位把侧院的门关紧 听到任何响动都不要开门进来 小烈 看好行李 哥哥我今儿准备要猪八家驾云 大显身手了 对了 听说这石鹰怪刀枪不入 少侠可要小心哪 请慢 刀剑对这石鹰怪不管用 喂 管你是石鹰怪还是石肉怪 本大侠最烦你们这些欺负小孩的 你给我过来 走 走 这石鹰怪的力气还不小啊 这石鹰怪的力气还不小啊 üş鹰怪等等 石鹰怪在赌 在这儿呢 这剑管用 挺不坏 看不出小 老总 有本事 别拿小孩当顿牌 出来和我们打 哼 想跑 没那么有力 走 拿把手 别叫我瑶瑶 别变化了 快动手 没那么有力 我还要是 你还要是 这剑 你还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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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要是 啊 嗯 給我回快 你这剑看着平均无奇 没想到这留几朋友 我跟你讲 我这剑来的可不一般 在成东小河里捡它 看着寒酸 可恨我有缘分啊 摇摇 石鹰怪 除了是我搞定 我跟你讲 一会儿拿了赏钱 咱们二八粉 你二八 乖乖乖 别叫我摇摇 最多三七了啊 你三我七 少侠们的大恩大德 莫尺难忘 想要什么尽管开口 小意思 本少侠为名除害不求回报 掌柜意思一下就行了 既然少侠这么说 你这也太小意思了吧 少侠出手太重 老夫的策略需要重新修善 也是一大笔开销呢 你 小剑 不用二八也不用三七 都归你了 可恶 可恶 果然是个老屁修 下次要先跟他烧定金 哎呀 这点钱买烧鸡都不够啊 谁叫你刚刚不吃 可惜了一大桌子菜 哥哥 啊 小烈 我太爱你了 我跟你讲啊 你放心 哥哥一身本事 以后一定让你顿 别吃了 小烈被抓走了 站住 别快两路 你走大路 我去巷子里找我 好 走 colony 别antu 这金帐无风自动 附近定是有石阴怪 还没出戏呢 之前跑得那么快 这会儿演的再卖力 也拿不到赏钱了 听说后来又请了两个后生 哪里能成事 恐怕石阴怪已经跑了 这么说咱们还能捡个喽 快看这孩儿额头的印记 和金不换的一样 这又是石阴怪 等等 这金帐又不响了 莫非另有蹊跷 到底灵不灵啊 咱也别管七窍八窍了 这孩子既然有石阴怪的印记 那么他自然就是石阴怪了 我们捉了他去 自然可以要到赏钱了 阿弥陀佛 万一错杀无辜生灵 既不造下杀业 这可是关系到全城百姓性命的大事 宁可错杀也绝不能放过 不然造你更重 咱们还得弄一场法事 叫全城百姓都瞧见 是咱们为民除害了 小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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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 小练 速走 不要惊扰旁人 生出事端 这边 刚才大概就是这个声音 可是 是谁要无端对一只猫 下这样的毒手 小练来过这里 他一定被什么人带走了 我在东海边的一个小渔村 小练 小时候 天天去沙滩上捉出蜚鱼 蜚鱼壁上有一块鱼骨 在月光下 会发出一闪一闪的光 很好看 我攒了许多 做成了一条项链 嗯 这可真不像你做的事 大概 也只有对弟弟才 小练不是我亲弟弟 他是我 朋友的弟弟 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嗯 是个姑娘吧 这耳环的主人 肯定也是个姑娘吧 刚才你弯腰的时候 调出来的 嗯 是啊 一个姑娘 可惜我不知道 她现在身在何处 是否还有缘相见 哎 你的姑娘呢 我都别说找找线索 哎 我有线索 什么 从猫嘴里掏出来的 想必是贼人带走小练的时候 猫闻到了海心卫 想去要项链 却被贼人所伤 可是上哪儿去找呢 哼 看得见的线索断了 看不见的线索 还没有断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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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就是这儿了 这 这什么鬼地方啊 是福寿殿 的确是个藏人的 好地方 喂 请 施主请 好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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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 干 好来来来 来来来 二位大喜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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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家人不得饮酒 真当自己是和尚了 来来来 咱俩 两个江湖骗子 能有什么大喜 我去后院找小烈 嗯 你在这儿看着我 有动静就想办法引开他们的注意力 找到小烈摔一瓦为号 哎 哎 陈出去别忘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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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赶紧走一圈 累死了 哎 哎 赶紧转一圈 回来还能睡一会儿 行行行行 嗯 他们在屋里喝酒吃 咱俩也来点 哎 还是别喝了 那石鹰怪要是跑出来 石鹰怪 石鹰怪 可别喝醉了 明天咱还得押着石鹰怪 去监天台正法 嗯 大意不得 放你的心吧 押送的事要抵下兄弟们的 话说 这次抓到石鹰怪 官府的赏钱肯定少不了 哎呀 你们总不能光晴窝喝个酒吧 哎呀 这个自然 自然 说起来 那小孩穿得破破烂了 看着怪可怜的 怎么都想不到 原来竟是石鹰怪 你什么时候有着菩萨心肠了 就是孤苦伶仃见面一条才好办哪 有动静 什么人 能躺进来 什么动静 莫不是有人来救这小孩了 放你的心吧 有底下的兄弟在后眼看着呢 在后院 让他跑了 去那边看看 放你的心吧 就算来了 小孩也不在这里 嘿嘿嘿嘿嘿 不在 那在什么地方 好啊 你连我们都瞒着 哎呀 我总不能 白白告诉你们吧 快点 走 屋顶上有人 有人 小烈 终于找到你了 小烈 走 我们回江州 我不跟你走 我要去找姐姐 小烈 回来 走 又醒了 快把他扔到河里去 嗯 撞起来 把你破剑也扔进去 保管叫他沉下去喂鱼 小烈 小烈 拉我 转起来 你们到来 你不知 你不是说 自己水性异流 油便东海无底手的吗 啊 还不快起来 你答应我送小烈回江州的 终于耍赖 哥哥 小烈 别走 我们一起回去 放开我 放开我 小烈 小烈呢 你找到他了吧 我要回去救小烈 小烈不在福寿殿 我听到他们说的话了 但是还没听到小烈究竟被关在哪里 然后听见你的叫声 对不起 不怪你 你是为了救我 是我自己 太蠢太冲动了 冷静殿 我们还有机会救小烈 他们明天会把小烈带到今天台处死 众所周知 石英怪为获长安已达数月之久 宁愿成中人心惶惶 平道神算子以及布长大师 以舍命将其制服 今奉天命 处决石英怪 天佑我长安 长宁久安 天佑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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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衬租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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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租� 袁天誓 他老人家怎麼回來了 袁天誓 你 你不是去雲游了嗎 老夫雲游至犀牛賀州 但見妖星陷於南方 掐指算地 大唐境內有妖碎作亂 於是日夜玉氣而行 回來為百姓除妖伏魔 幸虧老夫及時回來 這檢天台乃是長安地脈靈書所在 關系我大唐國運 豈容而等再次造詞 若是因此喪擾天命下亂社稷 而等罪孽何其深重 何其深重 袁天誓 這石英怪為禍百姓 總不能就這麼放了他吧 處決石英怪須另尋他處 這就交給老夫吧 你們再次燒香祭拜叩首百次 方可離開 這 這 恩公 我问你除害本是在下之责 无需言计 恕我眼拙 不知救命而人逍遥身 竟然就是云天庚所变 原来是你们 抓住他们 抓住他们 小剑 别用动 不要伤害百姓 为什么石鹰怪总也除不进 因为有些心存不良之人 贪图财富 为虎作伤 自甘成为石鹰怪的帮凶 唯秘除爱 死骗子 血口喷人 可这 犬子确实是这两位置好的 你说他们和石鹰怪 还是一伙的 可有什么证据 证据当然有 铁证如山呐 看到没有 金掌柜 这个印记你不会忘记 没错 没错 我想起来了 我家金伯换额头 也有这么一块印记 这是石鹰怪 附体的印记 金掌柜 你再想想 你可有亲眼看到他们杀掉石鹰怪 不曾见到 他们将院门锁上 叮嘱我不要靠近 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杀掉石鹰怪 各位父老 你们想一想 有没有听说过谁家孩子 已经被石鹰怪附体 又救了回来的 众所周知 被石鹰怪附体是必死无影 可这两个人 竟然有本事把石鹰怪 从人身上驱赶出来 那只有一个解释 石鹰怪原本就和他们是一伙 他们只是那石鹰怪附身到孩童身上 在上门演一出捉妖的双方 骗财盗鸣 我就说 管家请来的除妖高人 怎么会从未听过名号 这就是原来 我竟被你们给哄了 而作为报偿 他们将寻来的这些无主的孩子 献给石鹰怪 真是丧尽天良啊 请大师赶紧处决石鹰怪 还长安城 亿方平安啊 为您除害 对 为您除害 为您除害 不常大师和我 这就为长安父老除去这些祸害 就在今日 就在此地 再不动手 石鹰怪 恐怕快醒了 嗯 多佛慈悲 嗯 小烈 你对这石鹰怪倒真是情真一切啊 不急 我马上送你们上路 让你们永远搭载 小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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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啊 啊 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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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脸 这不是使命妖王吗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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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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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法无变 一切妖妮 你的混乱术是自学的吧 我不管你闲 你给我从小链的身体里滚出去 你是小链 不是星亿妖王 可恶 你是小链好强的女士 我留着小鬼一命也留你们一命 你们要帮我做一件事 带我去灵兽 快点 五姐姐 我 我跑不动了 不能停下来 我们的陷阱困不住虎头怪太久 可是这么跑的话 没被虎头怪抓回去 先累死在这里了 虎头怪又脏又臭又爱掉毛 要是被他抓到了 那我选择累死 上古 修罗邪混沌之气而来 大雨吞没三界 毁灭四族 令世界重归混沌之势 四族得灵兽相助 终于打败修罗 将他们封印在北巨卢州 此后 灵兽世代以守护修罗封印为任 在那里形成了灵兽村 如今却已无人知其所在啊 啊 无所不小 百小生 你们还有什么疑问 尽管问来 传说中的灵兽村原来真有奇地 书中说的还能有假 嗨 啰嗦了半天 这灵兽村到底要怎么去啊 这灵兽村远在天边 若是凭借角力 走上一两年也未必能到 那我们还耽误什么 但本人 无所不小之百小生却晓得 有一件宝贝能叫他尽在眼前 前辈所说 可是任我行 你还知道这个啊 任我行是啥 那你晓不晓得 全天下的土地 其实都是同一个人 他来回穿梭在各地之间 靠的就是任我行 原来如此 看来我们正好找土地 接任我行了 要从土地手里拿到任我行 恐怕难于从铁公鸡身上拔毛 这可是连我无所不小 百小生都不晓得的事了 哼 不就是找土地吗 我知道他在哪 这 这就是你找土地的办法 哼 要找土地 当人得到土地庙了 哼 真有神仙会住在这种破地方啊 这地方也太埋谈了 这土地像倒是挺干净的 这土地公生得好英俊好年轻 奇哉怪哉 瑶瑶 我是不是被灰蒙了眼了 刚才好像看到土地公笑了 我知道了 世上最英俊非凡 英明神武的土地哥哥 求你血灵帮帮小人 来 难道是在跟我们要香火前 在下盘缠有限 请土地公笑纳 嗯 嗯 这就是认我行 认我 辨 看来几瓶这点钱 是换不来认我行了 嗯 嗯 给了个烟火 这土地可真是精精神焕发啊 胡姐姐 嗯 这土地庙也太坡了吧 快 先躲起来 为何躲啊 替我的就是了 快 哪里有神仙会住在这么坡的地方啊 来者何人 呀 您所在说话 请问 您是土地大人血灵吗 正是本仙 土地大人 我和胡姐姐正在逃密 希望求得您的任我行一用 不巧 本仙的任我行已赠于他人 二位姑娘请回吧 小剑 老江湖 二位土地 啊 好啊 是你们在装神弄鬼 小心土地公公前连将军你们 这个 嗯 嗯 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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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哼哼哼哼 这土地公公和塑像长得不太一样啊 不会是假冒的吧 哼 本仙年轻的时候就长这样 哼 您现在也长这样 年轻着呢 哼哼 这小伙子倒是挺懂事儿 那您老 就把任我行 寄给我呗 土地爷爷 先借给我 我没有急用 任我行对我们来说 你小伙子 如果没有任我行 土地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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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点声儿 反正本仙耳朵聋听不清 嗯 都不说了 就听本仙说 想要任我行可以 一万两银子 一万两银子 本仙也要吃饭 懂不懂 人心不顾哦 现在都没人送香火钱了 不自己弄点营生 怎么活呢 没钱 哼 那本仙就先回 睡觉喽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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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出商品 改不退还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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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和你藏着的那个耳环 一模一样啊 七 这么过时的套路 吴姐姐才不会上当 我这耳环本有一对 可是另一个在许多年前 就无缘无故地消失了 一定是叫这小贼给偷走了 我年少时 曾与姑娘有一面之缘 你怎么了 我 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姐姐带你走出去吧 你是妖怪吗 是啊 你怕不怕 那你吃什么呢 我吃话多的小孩哦 别再走丢了 姐姐 可我不记得有这回事了 也不记得见过你 可这儿环确实是一对 不如无故远主 嗯 我想不起来你说的事 也不能确定我是不是远主 少侠还是自己保存着吧 哎呀 好啦 我们赶快去丑银子吧 走啦 君子成人之美 况且我们二人 无论如何也 筹集不了这么多钱 任我行 就让给两位姑娘吧 别理她们 胡姐姐 我们走 是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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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啦 啦啦啦啦啦 CHA 啦啦啦 哩哟 顏 哟 呃呃 呃 呃 嘿嘿嘿嘿 嘿啊 呃呃 呃 呃 嘿 嘿嘿 嗯 一 二 四 呃 呃 你这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是你说来找任我行的 咱们上哪儿去筹钱呀 我们当然是要得到任我行 想得到任我行 要剑走偏锋 土地现在应该已经睡下了 等他们走远 我们悄悄溜进去 借任我行 嗯 一用 不过当务之急 得找到壁画上的玄机 到底是哪个动作呢 哎 不会错了 就是这个动作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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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嗯 这土地藏了这么多宝贝 还跟我们哭穷 哼 真是个奸商 这里看着还算安全 嗯 你先把卫勒放下来 小心 传到小猎 嗯 好 噓 这土地 究竟把东西放哪儿了呢 热火行 公子果然是言出必行啊 彼此彼此 放开我 你干嘛 我不 又我不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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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不敢 瑶瑶 记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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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是在下唐突了 是我太莽壮 莫雅见怪 瑶瑶 记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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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公 嗯 土地 土地老二 哎呦 哎呦 我不是来了强盗了 虎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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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在追杀我们 别怕 我有办法 你刚才说 确实有两个姑娘来找你买任务行 是啊 可是没带够钱 可怜见的 这不是抽钱去了吗 抽钱 哼 好气派的院子 你们神仙 就没有负黑心的 快松手 话好好说 别磕着这些宝 哎哟 呃 嗯 嗯 啊 幸会 幸会 哎呀 哎呀 我坐 嗯 嗯 嗯 他是谁 你怎么在这儿 什么时候进来的 我看你们要买任我行试奖 来偷才是真 他们 他也是来找任我行的 不不不 我和那两个丫头不是一伙的 两个丫头 你见过他们 在哪儿 糟糕 说到嘴了 虽然那两个丫头很可恶 可这个大块头一看就是来日不善 这这我不能说呀 我们确实见到过那两位姑娘 怎么还有一个 我看你像个读书人 怎么也做这种勾当啊 土地公公别生气 方才晚辈从剑侠客筹到了钱回来 只见那两位姑娘 正偷偷爬进土地庙的壁画里 稳辈一时好奇就跟了进来 可是跟进来以后就没再见到他们 想必还是躲在某处 等等 你们筹到钱了 这是狐美人的东西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 分明在这里拖延我的时间 不 或许这正是你们耍的鬼把戏 正当谁都不虚懂任我行不见了 不非他们已经拿走任我行了 不好 这怎么办呢 任我行的是不是你们拿了到底仇到钱没有啊 可军 任我行还在虎头怪身上 什么 你 哎呀 四个小祖宗啊 你们还我任我行 进来 请来 请来 只名收村 二 四 快 快 快带我去 你们两个废物 三 啊 小心 是石鹰怪 小心 不要伤这小练 别急 我没伤到他 只是催眠症 古精灵被虎头怪抓走了 您不是答应不去冒险了吗 虎头怪劫住了我们 总之你们不是想要认我行吗 只要你们帮忙就回古精灵 认我行就是你们的 嗯 任我行在老虎手里 我们是他的对手吗 如果又失败了呢 又要耽误多久 好 崔敏昼很容易醒 这一路上 还得小心不要惊动才好 所以我不能再拿小练冒险了 你想去救古精灵就去吧 我自己带小练走 北巨如若在天地之北极 只靠角力 我们不知道要走到何年何月 小练等不了这么久 算了 你先走 等我拿到任我行我就去找你 我们快去快回 抱歉 小练对她来说很重要 就像古精灵对你很重要一样 等去回古精灵之后 我跟你们一起去北巨 花狠狠心 小练 像是留下的记号 这边 诶 等等 这边 这种树木的木浆 有很特别的气味 味道朝那个方向去了 这个记号 是虎头怪的调虎离山之计 这么说有点别扭 我能问个问题吗 什么 你们都是魔族 为什么要自相残杀呢 魔族有一个复兴计划 而古精灵 是魔族复兴计划的一部分 总之 我只是个小角色 并不清楚详细的关键 我只知道 古精灵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能看着他被牺牲 为什么之前不告诉我们 这本是魔族的事 我不想牵扯你们进来 反正回去也是一死 像他饿死不一样吗 你咋这么糊 万一不用祭祀了呢 你现在不吃不喝 气不亏了 居然敢动手 我去引开他 你救人 我们得找个时机 那我就 虎头怪 虎姐姐 竟然追到这儿来了 虎妹人 你打不过我的 我也不想和你动手 你们跟我一起回去 我会向逆天魔求情的 不王哭耗子 你说谁是猫 兔子肉 是你 虎姐姐 虎姐姐 调虎离山这种脊梁 对我没用 呀 呀 臭老虎 你想打死我呀 呃 嗯 不用不好意思 还要多谢你呢 哦 谢我 多谢多谢 古精灵 走 金靠 蛤 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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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 姐姐 别去想 别想 如果我当时没有走开 如果我一直守在你们身边 姐姐 会不会你姐姐就不会出事了 你说 我该不该去帮他们呢 非烟女 你老虎不发威 你当我是病猫 我最讨厌多管闲事的人 今天不收拾你 我就把我额头上的王子倒着闲 别管我 快 快让我闲 敢跟我套话 快让那两个丫头出来 不然我打死你 你 我最讨厌吊虎离山计 我姐姐 别老虎头上拔毛了 跟我回去吧 嗯 这不是吊虎离山 这叫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 哦 嗯 啊 啊 累死了 见侠客 我 你什么你 我还没原谅你的 你怎么一直捂着胸口 受伤了 受伤了 认我行 你什么时候拿到的 当你娘拿到的 不敢实验 看在你们救了我的份上 我就把任我行 让给你们算了 哇 刚才是什么稀奇的兵器啊 那是骨精灵的尾巴 平时藏起来 一激动就会冒出来 我一点也不激动 一点也不在乎 嗯 二位姑娘 承让 可以啊 瑶瑶 你刚才那招不错 哼 我跟你讲啊 老虎喜欢晚上补食 夜市能力比我们强很多 所以 面对突如其来的强光 虎头怪的眼睛 就会短暂失明 没错 你也听懂的吧 比瑶瑶这个书呆子强 这个虎头怪 原来还真有些老虎的喜心 啊 不好 又要醒了 可别是神妖妖王 哥哥 小脸 小脸 哥哥 我 好难受 怎么回事 你俩催眠咒还有副作用啊 不应该啊 催眠咒 只会让人昏迷 嗯 不是催眠咒 这是瘴气鳞 大家快闭住呼吸 离开这里 刚才那林子里有瘴气 小脸恐怕是中了瘴气 可是 为什么我们几个在里面 这么久都没事呢 瘴气 是山间动物尸体腐化后 形成的毒气 夜里寒冷 毒气凝滞 到了清晨 阳光照进林子里 瘴气便开始生发 五姐姐厉害吧 嗯 沼泽 小猎体内的瘴气尚未消除 瘴气鳞周围不出五里 必有谢夜云香 可解瘴气 我这就去找 我与你一同去 是这个吗 你也认得谢夜云香 当年我在山间麋鹿 误入瘴气鳞 是姑娘让我含着这个谢夜云香 救了我一命 谢夜云香的样子 我一直都不认识 我一直都记得 名字都是今天才知道 这胡头怪 简直阴魂不散 好 这是封印珠 可以暂时保证小猎不受外界伤害 誓阴妖王也出不来 那我们就可以放心和这老虎一战了 嗯 没错 现在咱们迎虎头怪到瘴气陵去 虎头怪经常在野外 他知道用谢夜云香来化解瘴气 哼 我呀 要的就是他知道 我呀 要的就是他知道 在狗猛兽受追捕的时候 经常顺着自己的脚印倒腿回去 还迷惑追击者 不过 这一招对我没有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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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你们还有什么本事 风应树 赵子 这就叫做虎萝 呃 虎萝什么来着 虎萝平阳被犬 呃 就是虎萝平阳 他现在这叫虎萝泥潭变花猫 接下来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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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来这套 呃 呃 大神大习孙 人的包马 就怕捉后锦 呃 呃 呃 我们所在之处是南瞻部州 而我们的目标是被聚芦州 我去 这也太远了 还好当时没有走的 据一文录记载 得任我行者 天下虽大 随心任行 你懂得真多呀 那任我行怎么用呢 任我行 乃是不传世之物 以白小生剑文之广 也未必能 嗯 虎萝花又追来了 哎 瑶瑶 没事没事 你说话简短点 任我行到底怎么用啊 依着土地的秉性 想必事情的关节还是在于 浅 好 童 banget 你没事吧 看来是钱不够 北居苦寒之地 潜入未知 姑娘 真的要随我们同去吗 你不觉得现在客气晚了点吗 还是怕我和古精灵 统练你们 又来了 我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亲近人呢 你可真想着雪球 我给你改名叫球球吧 球球 你再乱跑 说不定就让人当雪球才死咯 姑娘 你身上那些事物莫非都是 瑶瑶 冷 你的屏风呢 我怕小练狼 给它裹着呢 你们两个大男人这样抱着冷不冷啊 就是觉得冷 你才抱他吧 拿上你们两个 一个穿皮草 一个穿秋裤的 我说的不是秋裤 是你太弱了 好冷啊 这样下去 咱们还没找到灵兽村 就会被冻死 穆姐姐 我冷 平时让你学点法术你还不乐意 关键时刻没办法了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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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就是魔族用来增强防御的魔身护体吗 你们魔族看着强悍 这法术倒是稳妥而无害 可是魔族真正的高手是不甘心一味防御守城的 嗯 嗯 嗯 就是魔族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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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巨卢州 这倒是殊途同归了 古人云天地有大美而不严 若非身在此景中 岂能感受其中真意 只是这冰天雪地的 该到哪儿去找零售村呢 不冷了呀 你幼不幼稚啊 我们还有赶路呢 不好意思 手滑了 你给我站住 别跑 糟了 小灭 风雨裂开了 石鹰妖王要醒了 瑶妖 快来封住她 不 她醒得正好 我正愁找不到去零售村的路 你想问石鹰妖王 她差点掐死我们 快醒来去零售村 你竟然敢封印我 我要去 住手 封印你是为了保护你 我们已经在北巨零售 零售村就在眼前了 打死了我们 谁带你去零售村 你告诉我们怎么去零售村 我们才能继续上路 哎呀 零售村在最北最北的地方 一直往北走 往北走 好大 都不动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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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太冷了 再这样下去 不是被冻死 就是被饿死 这风 一定是到了冰封的谷 听不清 啊 啊 风停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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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 啊 啊 啊 兄弟 疼 又 ng 给 启 aside 启 启 启 诶 奇怪 怎么有风啊 可是 明明有风声啊 哇 慢慢要回动啊 快点躲在背后 哇 再来 冰封怪 我们的狂风 不会就是这么来的吧 这个山谷是冰封谷 这个大冰块是冰封怪 北巨卢中的所有风 都是他的呼吸造成的 听起来你很熟悉这里吗 你那么熟 一定知道出去的办法吧 我不知道 不许问 你们快想办法 办法吗 既然他能将我们吸下来 我们自然也可以借他的风 飞上去 没错 只要找对方向 他又要动了 等等 让我拍动一下方向 应该是 别判断了 就是这个方向 走 走 我 这和说好的不一样啊 伤矮物糟 呼吸交替 他马上会把我们呼出去的 看你们的宋主力 这 这就是极北之地吗 为何什么也没有 我 我 是不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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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你 到了 什么东西啊 你们看到什么了 还是我瞎了 是结界 可恶 他们竟然重新打造了一个结界 好高啊 这又怎么出去啊 除非是长了翅膀 快看 这穹顶上有图案 真的 有乌龟 有鸟 还有龙 这些大概就是灵兽 可是有什么玄机呢 小烈 不对 是阴妖王 有什么话快说 你刚才说这是一个新的结界 可见你以前一定来过此地 你为什么要费尽心思来灵兽村呢 闭嘴 这个你没必要知道 好吧 那换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相中我们几个带你来 嗯 只有知道为什么才知道怎么做 你们能够在荆家除掉荆木坏 我就知道你们可以 可我也不确定是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 是因为剑 你一直很害怕这把剑是不是 这把剑能够克制你 就像这个结界一样 嗯 嗯 原来你是想骗我说出我的弱点 你好偷袭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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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动 嗯 我跟你讲 你要是伤害了萧阳生 或者你伤害了小烈 都别再想回盗林兽村 那里好像在发光 啊 消失了 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 明白啥了 你们看 头顶这束光 这束光 居于穹顶正中 就像北辰星 居于北天正中 而那周围的灵兽图案 就是围绕在北辰周围的 满天的星斗 星斗 星斗 啊 这个我知道啊 什么 蕴焦滑盖啦 呃 银货守心啦 算命的 都用这个虎人的 大唐的人所描述的星空 是三元四象二十八星秀 那是我们用人间的秩序 去解读日月星辰 可是 灵兽存在极北之地 风俗习性 与我们迥异 这些灵兽图腾 才是他们记录星空的方式 哎 等等 就算你能够根据北辰星的位置 判断出其他星在什么地方 那又能怎么样呢 剑拿来 剑 没错 就靠你了 这把剑 想必就是小猎相中的原因了 看 这几颗星 就是少仔 少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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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尉 助使 女使 太乙 天乙 玄歌 解开了 这就是灵兽村 可是为什么灵兽村里 一直灵兽也没有 看来 我们的道来已经惊动了灵兽 所以 他们躲起来了 你们的作用也就到此为止了 小猎的声音变了 我们已经帮你解开结界了 快放了小猎 小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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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猎 Tyl是 祝你 小猎 小小猎 小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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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小猎 小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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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走 乖 小白虎 你来了 你认得出我是谁吗 哪一个灵兽村的孩子我会不认的 转眼间你已经离开十几年了 你竟然还能认出我 既然认出我了 为什么还一再用捷剑阻挡我 十几年前锁妖碑出现异动 我们便设立内外两重结界 以护卫灵兽村和锁妖碑 你被挡在外面 只怕因为 你已经不是真正的小白虎了 没错 我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小白虎了 如今的我已经不是区区一个结界就能阻挡的了 混沌之气 当年我确实怀疑过是你触动了锁妖碑 今日看来果然如此 混沌之气 原来这就是混沌之气 你一直说的绝对的恶 就是这东西叫我变成这样 叫我有家不能回 连外婆也 你想回来吗 我还能回去吗 只要你想 老神一定全力以赴 那你在等什么 如今混沌之气已深深侵入你的心魄 凝聚在你体内的锯破丹之上 你需将其吐出 老神将竭尽全力将其进化 村长还把我当小孩哄呢 骗我吐出了锯破丹 你为你便可以趁机杀了我 可是 你还撞得住我吗 小白虎 你要是不信我 那老神真的不得不挡住你了 灵兽村是三界对抗混沌的最后一道兵 まだ暴露啊 在暴露啊 天生万物 合乎自然 这便是山 可见 善乃天赋 世人所谓的恶 乃是善之异化 正其本 清其缘 终可归于善 只有一种绝对的恶 存在于一个古老的种族身上 被封印在所要碑下 一万年了 善之异化 我说过多少遍 镜湖乃是村中禁地 绝不允许任何人靠近 玩儿啊 你就认个错吧 为什么不选 为什么 为什么 苏昭辈 我偏要再去瞧瞧 混沌都涌向了白浦 起来 起来 我这阶级 我这阶级得不大 我看起来 自己的阶级 我们要再找我 我们要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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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起来 不错 是不容易 我们要再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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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下流行 别别别 别 您就是灵兽村村长 你们是帮助白虎 解开灵兽村结界的人 晚辈逍遥声 我们绝非有意打扰 而是适出 村长 十阴妖王这个身躯是我的弟弟 我们如果不把他带来灵兽村 我弟弟就有死路一条啊 村长 你要弄死十阴怪可以 可千万不要伤害这个躯体 那个我 晚辈剑下课 晚辈古精灵 晚辈狐媚人 这把剑是你的 啊 啊啊啊 你要是喜欢 这把剑就给您了 这把剑可有什么特殊 十阴妖王似乎很需要它 但是又很害怕 老身尚不能断定 这剑有什么特殊 但是 它以后应该会有大用场 那您答应先不杀它了 这十英妖王 本是我灵兽村的灵兽白虎 十几年前 他离开灵兽村 被混沌驱使 变成了十英怪 老身本不忍杀他 尝试将其进化 可是 他却不愿接受 我不得不 但你弟弟 确实无辜 您等着 我姐就把他从我弟弟的身体里拖出来 然后要杀要寡随便您 这白虎意志极强 老身上无法强迫它分离 你们又该如何 这混乱术 混乱术 那是什么 混乱术是我们人族的一种空心之术 能够进入敌人的意识 乱七心智 灵兽体内有巨破丹 是惊魄所系 你需要在他意识中 找到那巨破丹 将他带出来 不过 我修为上浅 并无太大把握 如果控制不了白虎的意识 是否会有危险 老生会设法 替你维系住白虎的状态 我也和你一起去 你又不会混乱 去了 只会添乱 你可别忘了 这身体里还有小猎的意识 我进去可以唤醒他 白虎的意识和小猎的意识 如今共生在这躯体中 此消彼长 若这孩子能醒过来 的确能帮你们几分 成功了吗 关心则乱 我们再试一次 那叫巨破丹的 长什么样啊 巨破丹并无定性 千变万化 这也太喧唬了吧 这成功了吗 他看不见我们 那我们能影响到他吗 我们无法轻易改变被控制者的意识 除非有合理的伪装骗过他们 对不起 他们的事 哼 禁地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 不然我看 我偏要看 这黑器 难道就是他们所受的混沌之气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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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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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糕 难道孙长知道了 这回闯大祸了 我还是出去躲躲吧 快跟上 慢点 老爷您请 真晦气 老爷您请 小心脚下 孙长说的恶 就是这样恶 饶命啊 不要杀我 不要不要 追 飞燕女 你别让他跑了 站住 这就是飞燕女 原来白狐和小丽 有过交集 站住 开车 剑侠客 好吃吗 好吃 真不错 姐姐 这难道是 是小猎的记忆 给我一个 这还有一根呢 住手 不是恶人 来 小猎 坐好了 起码喽 走喽 走喽 起码喽 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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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得高 看得远 小猎 看姐姐给你买了什么好玩的 走 别走 怎么样 喜欢不喜欢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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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你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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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啊 啊 这世界的恶 根本就没有被封存 明明 明明就在他们心里 啊 啊 啊 嗯 我 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是恶 叫我变成了这样 我要吞掉这世间恶的萌芽 那些看起来优秀的生命 就是恶的根源 这就是他的精魄 他救了那个孩子 就像我放过了那个人 你说什么 你怎么办 不好 他的意念崩塌了 我们先离开 来 你没事吧 这里好像是白虎外婆被杀的地方 啊 这里是 小烈 为什么他会在这儿 这是小烈的记忆 娃娃 有心 你 婆婆 快松口啊 你 婆婆 东边的林子里有止血的草药 好 我去踩 你 大娘 找我的孩子 白虎 回去 回宁首次 爱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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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小雷 都是因為你 姐姐是為了保護你死的 婆婆也是為了保護你死的 都是因為你 小雷 都是因為你 都是因為你 小雷 小雷 你醒醒 小雷 我們回家 別再離開哥哥了 小雷 哥哥 我夢到姐姐了 姐姐不是因為我死的 也不是因為你死的 她是被仇恨殺死的 她不想我們報仇 她想我們都好好的 哥哥 姐姐說要你帶我回江州 我們回去吧 我們答應姐姐了 好 我們回家 哥哥 哥哥 你要好好的 回家 小烈 醒來吧 好 我是白虎 也是小烈 也是小烈 哥哥 你終於回來了 小心 果然 這寶貝把她捏起來了 好 你以為這水可以抵擋我 你以為這水可以抵擋我 當然不能 只是可以叫我的雷法 我把揮更大的力量 可惜太棒了 我可不是和你來打架 好 真是不知清楚 說吧 引我來這裡 什麼事 是 近來魔族行蹤詭蜜 你們 在找什麼東西嗎 沒有 仙魔大戰已經過去五百年了 我們 都不希望再發生那樣的慘局 希望仙魔之間的戰鬥 就永遠檢限我們兩人的切磋上吧 嗯 水中晶石 關係著此地山脈 恐怕動不得 你 放心 我還不至於那麼貪婪 他可能是很可憐 回答我 你真是想要快 你才會想要快 你才會想要快 你他們叫你 我不要走 你听不懂 不过呀 我知道你不是在想这些 在想小烈吗 我们从长安翻山涉水 来到灵兽村 却终究没能救回小烈 小烈用另一种形式 生活在这个世外之地 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但愿如此 可 你还是有心事吧 其实 他们后来看到的真相 是我用混乱术伪造的 混乱术好生厉害 竟然可以无中生有 变黑为白 混乱术只能甲中藏针 针中有甲 使人意识混乱 却不能凭空生造 我第一次用混乱术 进入白湖意识的时候 发现了白湖外婆 救人的竟然是一个 救人的竟然是一个 假象 可谁又知道 针是什么呢 针 有无限大 我们每个人各自看到的 都不过是其中的一点皮毛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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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过 没错,此时此地的智慧,无法拯救那时那初的困境 因为过去的一切,本就是造成了现在的因 所以啊,永远别回头,永远向前走 就算永远也达不到 却总能,无限靠近 怎么忽然行此大礼 清风节我意,吹颂落花来 沉原如梦,正如姑娘所说,何须便真换 但这耳环,确实与姑娘有缘,不如 别跑啊 臭老虎,这下你们找不到我了吧 站住 别跑啊,你给我站住 求求,给我站住 你给我站住 允许,你给我放在我 你给我站住 我是白虎 我离开很久了 外面很大,什么都有 可是 不太好玩 球球在这 小淘气总算抓住你 看你害怕 村长 晚辈还有一事不解 那青染白虎的 究竟是什么 这湖底又究竟是什么 是否就是你所说的 绝对的恶 恶这个说法 或许还不太准确 那个应该叫做混沌 混沌 起初这个世界只存在混沌和原石 二者此消彼长 后来原石破开混沌 分出清浊二气 这才有了三界四族 可还有一些未分化的混沌 侵蚀了三界中的生灵 那便是修罗 修罗一心毁灭三界秩序法则 将一切重归混沌 上古 灵兽帮助四族打败修罗 将他们封印在索妖碑下 不知不觉间索妖碑已经出现猎袭 混沌已经悄然蔓延 小白虎是他们的第一个傀儡 但不会是最后一个 亡羊不劳 为时晚否 我已加固了封印 可是 这猎袭并未真正弥合 也许明天 也许百十年间 混沌终会卷土重来 那可怎么办 你们来看看这个 这是当年四族的先民设下的五行镇 里面封存着 当年铸造索妖碑后剩下的原石 这也是北聚卢州的 最后一块原石了 那快把这镇打开啊 地生冰 雪花灰 朱城墨 白做黑 何必见 墨相离 镜中人 非镜中 村长 这是 五行镇的密文 如今已经无人能懂了 这也是我要请你们解答的问题 难道其他地方就没有原石了 不错 相传在东海之上 有五座有原石形成的岛屿 东海 东海我熟啊 我跟你讲 我从小在那长大 可是我从没听说过有什么 五座原石岛 可是从上古修罗大战之后 那五座岛便沉默不见了 我已经放出一只青鸟 它口弦一小块原石 向东海飞去了 希望有一天 它能带来原石的消息 剑下课 既然这么放心不下 为什么又把它留在那里 这灵兽村多清静啊 不管它是白虎还是小猎 留在这儿 总比跟着我受最强 对啊 要不是这里太冷 我也要待在这里 逆天魔和虎头怪 一定找不到我 是逆天魔 快跑 好快 古金灵 就凭你 就是这里 虎头怪还掉毛 上贤之月月在西天 依此判断 这个方向应该是 是凤巢 凤巢和龙窟 传说中孕育灵兽的地方 他们去那里干什么 我只是听说 凤巢中囚禁着一个 魔族的重要人物 这个人就是他们要抓 古精灵的原因 一个事关魔族复兴大计的 关键人物 让开 我来 都说九年二虎之力 叫你一只老虎 肯定是不行的嘛 放屁 你笑什么 笑什么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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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嗯 这什么鬼地方 这还真就是个鬼地方 知道吧 咱们现在在的这个冰洞 据说是什么灵兽凤凰的尸骨 这么大一只凤凰 可不是 据说很久以前 四族在这里大战什么来着 就是这只大凤凰和一条神龙 帮助四族脱险 可惜啊 这两个大家伙给红红累死了 他们的尸体呢 也没人搬得动 就在这冰天雪地里 变成了两座洞窟 就是龙窟和凤巢了 那和四族大战的是什么 咱们要打的不是仙族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是 少说点 别叫军事听到了 你干什么 我如果不出手 恐怕大家都要滑下去 洞口都有魔兵跋涉 里面 想必也是守卫重重 光那只老虎 就够我们喝一壶了 所以 不能硬闯 这样行吗 你干什么 胡美人 这是什么神通啊 你们啊 可真是没有江湖经验 这叫变身符 原来是当时在土地那里 换的那几张破纸 那我变成逆天魔 岂不万事大吉 变身符 才不能想变什么就变什么 越是像逆天魔那样 修为高超的人呢 世人的东西就越少 别人呢 就越难变成他的样子 我一会儿可得变得好看点 这变身符是空白的 我一样画葫芦 画了两个守门的魔族士兵 还有一个 我不变这个丑八怪啊 这这这 我们需要一个可以飞行 又不引人注意的变身 你不是要变好看的吗 正合你意吗 变变 啊 剑下课呢 不许像 变身的时间只有两个半时辰 我们得快点 我闻到了奇怪的气息 就你的破鼻子 能闻到啥呀 嗯 嗯 嗯 以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 med number one 啊 瞪死我了 瑶瑶 你把他们都封印了吧 我无法同时封印那么多守卫 不过办法总是有的 剑机行事 咱们不 我买个活生 紧要关头 你们竟然还在打瞌睡 我刚才不过就是扎眼的速度慢了一点 看起来像是合上了眼睛 其实我 休要狡辩 你们这样怂悉 会无大事 算了 大家都不容易 你们俩还是去凤巢外面醒醒神吧 我们守在这里 去吧 行 我们走 宝瑶 你不知道后事是什么 看 好大的蝴蝶 救命 快帮我 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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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什么事了 当年白骨仙被如来收服 肉身被毁去 而她的元魂 相传被震在凤巢之顶 由天地人三界战神守卫 前面的女魔师何来历 听说是忽然出现的 不知献了什么计策 得到了逆天魔的信任 白骨仙元魂找到了 白骨仙遗骨也找到了 白骨仙 传说中一手挑起心魔大战的 淳衣女妖 魔族要把她放出来 向仙族复仇 可这又和古精灵有什么关系 千古良机 就看你 看我们 看魔族能不能把握这个 白骨仙遗骨 他说的是古精灵 五百年了 白骨仙 终于要重见天日了 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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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封印也需有用 魔君听令 站在原地 不要煽动 他竟然会封印术 耳环 耳环 不见了 你听我 我只能暂时维持住局面 快动手 闪开 杀 可恶 这架不倒有几只手 每块岩石都可以变成他的手臂 魔子 没有逃兵 这 这不是总死吗 这女魔 为什么对同毒下手如此狠毒 别让其他人过来 虎头怪 是 是 是 散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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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原了 太怕了,我来帮你们 别再让他们送死了 五百年才等来的机会,还要惜命吗? 都死绝了,报仇有什么意义啊? 没有复原 原来如此 以笔之矛,攻笔之盾 胡头怪,随我来 敌人 但过去 继续 很快 你们是谁 都闪开 真有腻的 放个鼻子 顾精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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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快跑吧 不许哭 只能舍命赔那个小呆子了 我的剑 你们救古精灵 我来对付他 封印术我也会 封印术我也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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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难道如今想救人 只能打败着人之战神 不管我们各自为了什么 眼下能做的 只有合力打败战神 把古精灵带到一边去 别让他乱跑 我偏步 古精灵 奇怪 为什么人之战神 没有发起攻击呢 那还等什么 动手吧 我偏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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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人知道答案 人之战神 不似天地战神强大 却最无解 因为那意味着和我们自己作战 剩他者容易 自生最难 一旦被毒心 只有牺牲自己 才能伤害到战神 如果一定要有人牺牲 不行 一定还有别的办法 别担心 也许等我们通过了法阵 一切都可以还原 虎头怪已失去战力 不知道还能不能恢复 你我不能去碰战神 否则 即使破了战法 也无法阻止他们 带走古精灵 难道指望他们三个 打背战神吗 想必 我们打的都是一样的算盘 公平起见 双方各处一人对付战神 好 你天魔 我虽不信他 但我知道 你一定会守信 让我去 趁现在 动手啊 我来帮你 右手是魅灵狐的动作 他们两个同时被战神毒星了 还有这种操作 这下我们可是同身共死了 那我们彼此就不要客气了 看情况没有太坏吧 我很好奇我们究竟有什么怨怨 我在世上无亲无故 与任何人都没有丝毫怨怨 难道你像孙大圣一样 是石头里蹦出来的吗 和你有什么关系 小妖生 我们这边已经有两人复杀 该到你们了 妖妖 你留下救古精灵 这大石头怪交给我就是了 现在不是想后路的时候 要是过不了这关 我们谁也出不去 三人当中我最不擅长攻击 所以以后被战神毒星是最合适的 还有我呀 我最合适啊 战神要是学了我 那 你虽然不擅长攻击 但计谋多段 恐怕会造成更大的麻烦 固有的招数套路 他或许能射去 但计谋千变万化 我赌他无法看透 更无法学去 你们一瞎了 谁来出主意啊 眼即便看不见 心还能感知 好 啊 哼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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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啊 啊 啊 不准备 小剑 还等什么 刺他眼睛 不用勉强了 我来 我能动了 你过去 这下石头怪获得了我们中最强的战斗力 他刚才是将计就计 他想得到的就是逆天魔的力量 我读书了 战神比我想象的更动人心 快 逆天魔 你有什么招数 告诉我们 即便你们知道了我的招数 也赶不上我的速度 一个人赶不上你的速度 两个人配合也赶不上吗 不错 听我指挥吧 不错 武力富大叔 我们来来 小剑 封技 没有传吸吸味 小剑 跟住我 小剑 跳 小剑 跳 小剑 跳 成功了 我看不见了 法阵解开了 可是大家依然看不见 难道永远都不会恢复了吗 不对 七层入口呢 魅力狐 你还在关心这些 魔祖死生惨重 这帝是affen 连弦 这帝人 有什么意义 大弹仙族又有什么用 我看你就是来害魔族的 今天我们流的血 一定会有所暴敞 这个丰巢 一定还有秘密 胡姐姐 那个是 灰马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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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灰天 灰马枪 无邪剑 你要能看见了 太好了 好什么 你 你保护我 那么久 也让我 保护你一下吗 又有点疼 你不会有事的 我们去找神医 我们去找灵药 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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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神最后 毒了孤精灵的血 你们哭什么 我们受的伤都恢复了 孤精灵一定也会恢复 其他人的伤 都来自战神的伤害转移 阵法破了就能自愈 孤精灵的伤 生在自体 无法恢复 不 我要救活他 古精灵必须活过来 不过这件事情 应该交给我 好 我去帮他们 我去帮他们 我去帮他们